其实都是不科学的 你解读一下你的PPT吧 这是过往在猎头公司的一些业绩情况 19年是出来创业 然后整个的一个大概的业绩情况 17年是从事习顾问到猎头顾问到自身顾问的一个蜕变 个人业绩是80万左右 一年连续晋升三级 然后加薪三次 18年的话是任职Team Leader 大概团队管理幅度是10到15人 团队排名的话业绩排名是No.1 19年出来创业之后 去年的营收大概在80万左右 第二段的话是当我辞职创业之后 我的老冬家对我的一个邀请 其实你这么梦然 你这个感受上我特别不好 一个对你这么有情有一个老冬家 你要另取卢照开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司 竞品公司 然后你还同时把老冬家对你的挽留 展示出来体现你自己的能力 体验老冬家对你的认可和信任 我觉得这一点做特别差 是这样的样子 我觉得老冬家是非常感恩的 因为无论说从辞职创业到现在 我的老冬家一直都是在各方面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支持的 我对他们是非常感恩的 但是确实是有点意外 因为当时有改动过 就是后来没发的 还是发成了最后的意义 那梦然 我接着那个杨总的问题问 你创业的时候 你的资源跟老冬家有关系吗 创业资源的话 因为在离职的过程中 有跟老板提 老板说客户资源要做好交接 但是后续的话自己也可以带走一部分 你说你的上一家的东家说 你可以带点客户走 上一家东家可能讲这种话吗 我可以跟你老板很熟啊 真的有讲过 有讲过的 我就想问你一点 虽然你刚才说PPT当中的最后一页对话 你本来是想删掉的 但是说明你一开始也是想放在里面的 对吗 对 最开始是想放的 但是感觉不太合适 因为本身猎头的话 对于就是这种私密感的话 是有机会的 所以说后续又删掉 不管最后到底是谁 要把它删掉 还是没有删掉 总而言之 这种动机是不对的 这个确实不对的 这个我承认 然后另一个 还是想说上一段 各位企业家有之意 有没有带走客户资源 想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一个运作模式 它并不是一个 传统的一个 小的猎头的一个运作模式 而是最初的 最初出来创业的话 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是希望所有的这种 已经离职的猎头 然后能够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然后自己签约客户 签到我们的平台上 然后如果说 自己做不了职位的话 我们再找一些 其他的这种搜户猎头 在这种平台上做 所以说并不传在我们 带走老东家的客户资源 之所以运作快能的原因 在于说实话 还是资金的问题 没有资金去研发 这样的系统 只能通过这种社群的方式 通过微信群 去做这种链接 我跟你的老东家 刚刚还真了解了一下你 要背景调查 他说的原话是 说这个孩子的脑子 跟别人不一样 哈哈哈哈 请问你如何解读 他是包还是扁 其实 蛮不错的 你觉得是一个包吗 这个属于中性吧 中性吧 其实我觉得刚才王总 说了那个老东家的那个话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职场 情商课堂来解读的话 我个人听到的 我会觉得 这个企业家 我们这个老东家 真的是有胸怀 很包容 有关键词 就是这个孩子 你发现没有 其实老东家 对他还是挺好的 非常有胸怀 我觉得离开老东家 可能真的是你的 一个大损失 其实我坐在这儿 我觉得很尴尬 就是 虽然我觉得选手 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但是 其实王总 您也不应 我其实 反正我听完了以后 我心里面挺难受 就我们真的有一点 就像图类老师经常说的 就大家能不能留一丝颜面 互相直接 真的我觉得挺难受的 可是如果在背景调查里边 真的拿到一个反馈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如实地去汇报 或者是报告出来 对 我觉得曹燕姐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背景调查 真的很重要 对于职场 越高级的人越重要 但是我真的觉得 不应该说出来 孟然啊 如果说我刚才讲的 对你造成了一些不愉快 我向你表示抱歉 明白 能理解 其实能理解的 好 谢谢你的理解 谢谢 我觉得刚才这个话题 我们还是要说完 我其实同意郭兰的这个观点 其实我这边的经验 是背景调查 是要经过当事人同意 才可以做的 就我们这边的HR的处理方式 这方面是不是有这种规则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 电视机前的其他的企业家 也好 应聘者也好 他们其实也会面对这种问题 确实我们不管是在求职 还是说我们平常在职场中 我觉得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实际上拉上一时之陈的 也是受法理保护的是吧 我补充一下吧 我们现在的话 其实市场上会有一些 背景调查的公司 比如说互联网的 像爱被调这种 其实我们平台有接入这样的 然后的话 雷哥说的那个是对的 就是我们的背景调查 其实政策来讲 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是民调 什么是民调 就是我面试了这个候选人 我经他同意确认 在网上 如果通过互联网 发起被调的话 是有一个确认书的 他确认同意之后 同时呢他也可以指定 他过往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 他认为可以证明 他经历的这个人 然后把联系方式留下 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 再去背调什么呢 背调他过往从业公司的 比如说HR和相关业务部门的人 就是相关联的人 一个是他指定 还有一个是说我们再去找 当然了 说实话 民调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能还会通过 其他的渠道做一些暗调 就是其实是两种方式的 所以呢 其实 所有的企业家们 有的时候呢 也不光是你们 因为职场节目 作为一档节目来进行播出 就有很多事情需要有待考量 很多事情是需要重新审视 有新的标准 所以我们一切都建立在 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吧 好吧 您要求薪资是多少 薪资的话 20到50K 不低于2万 对 有低于限制吗 低于限制北京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瘤 还有三转斗